军事基地一声巨响 美军神话遭受到了重大冲击 布林肯火速赶步中东 能成功救火吗 大家好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事意妄为 终于把美国拖下水了 根据最新消息显示 美军在叙利亚境内的一个军事基地 遭受到了当地武装组织的猛烈袭击 并且出现了一声巨响 按一些消息人士的说法 这座美军基地有雷达在 再加上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渗透非常严重 那么按照常理来说 美国应该能够提前发现袭击 并且及时做出回应 但根据爆炸的情况来看 美军并没有成功阻止这场袭击 虽然暂时还不知道具体的伤亡情况 但这位世界霸主恐怕脸都丢尽了 毕竟从整体实力上来说 哪怕所有中东武装组织抱团都不具备跟美方抗衡的实力 其实这也不是美军第一次这么丢脸了 部署在红海上的美军航母战斗群 此前都被胡晒武装给赶走了 据说逼得最后美国没办法了 只能出动最先进的隐形战略轰炸机去打击胡晒武装 才保留住了最后的颜面 但恐怕当下谁也无法否认 美国自从海湾战争时所塑造出来的军事神话 正在遭受重大的冲击 更加令美方沮丧的是 他无法去找真正的对手报复 毕竟明眼人都清楚 几乎所有的中东武装组织 说穿了都是其他国家的代理人而已 就算美军将其消灭了 也无济于事 因为明天又会出现一个反美武装势力 当然了 美国这位世界霸主 肯定不会就此坐以待毙 那么他会给出怎样的解决办法呢 有一个消息 立刻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火速赶赴到了以色列 并且接下来还准备开启新一轮中东之旅 第一站的落脚点是以色列 其实非常好理解 不赶紧劝诸以色列停止冲突 对美军基地发起的袭击只会越来越多 同时布林肯还准备拜访更多的阿拉伯国家 虽然美方给出的解释是 想要重启加沙停火谈判 但在我看来 这只是一个能说出口的借口 要是布林肯能完成这项工作也不至于让此前规模并不大的巴以冲突演变成整个中东地区乱成一锅州 那么布林肯更深层次的目的 应该就是想威逼利诱大量阿拉伯国家 让其不能一致对外 共同进行反霸权 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的话 那么接下来可以预想到的是 布林肯应该会给不少阿拉伯国家承诺很多好处 但是在俄罗斯已经力挺伊朗以及沙特要跟伊朗开启联合演习的这个前提之下 布林肯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是否还能起到应有的效果 我们其实深表怀疑 当然了也不能排除有部分国家会被美国蛊惑 放弃实现战略自主的目标 所以阿拉伯国阵营 如果真的想抓住这次摆脱美国掌控的好机会 几个中东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就必须提前做出表率 这样才有可能让所有伙伴下定决心 要不然将霸权驱赶出中东的目的 最终也就只能半途而废了 谢谢收看再见